主席 这个百分之百的肯定啊 我们国防部啊 对于救灾就是作战的这样一个做法 甚至于预制兵力啊 那整体的做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啊 我感到相当的感佩 那我也在这里啊 代表我们花莲的乡亲 虽然说啊灾难是在这个台九县苏澳段 但是啊是我们花莲人通往北部的一个道路 那么啊所造成的各种的伤亡 还包括花莲B-Star教养院的一位老师啊 所以在这里还是相当的肯定 而且也向这个国防部致意 谢谢 谢谢委员我们会转达您的美意 所有的官兵身上 好 那么我想救灾是不分党派的啊 救灾不分党派的 刚从刘委员蔡委员的这个发言当中知道 事实上啊不管是机具设备或者各种救灾的预算 那么啊大家都朝着正面的这个看法 那么我也强调哈 那么从啊马总统上任之后啊 那么积极的将这个啊我们这个三军的这个战力啊 朝向这个兼顾灾害防啊这个防救的这样一个效能 来做一个啊军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么啊我要说啊整个国家的军事的这个啊军事的转型啊 当然是由政策面来主导 那我没有意见 那如果说从啊当时的啊西方的这个世界啊就如同这个美国跟苏联啊 当时啊他这个啊苏联整个解体之后啊你发觉CIA的功能啊他也朝向什么 他也朝向从军事的各种情报军事各种作为转向商业的行为去 所以我十足的肯定啊我们军方的力量啊 当然我说整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尊重啊最高领导啊以及国防部的这个决策 那我绝对的肯定我们救灾啊以及我对各种这个民间的这样协助 啊国防部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功能 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要请教部长哈 马总统上任两年多了哈两年多了 那么啊其中呢也经历了八八的水灾在啊去年哈 哦那么啊救灾啊救世作战或者之前的救灾如同作战 那现在生育等的救灾救世作战 这样的政策啊是大概几年前所就是马上任之后多久所定的 就是在八八水灾之后八八水灾之后 第二把这个救灾变成国军的这个核心任务之一 是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在八八水灾之后啊是去年的八月份 好去年八月份那么我们有关今年的啊这个预算科目里面啊 如果按照刚刚部长所报告的这个啊预算书啊 我看得到哈我看得到说这个从九十九年迄今啊 凡那比台风等救难救援的这任务 共耗费了两亿余元 区域的军案预算法规范运用 以缓救济的方式来云知 那我想要请教部长啊既然去年八八水灾再加上马总统救灾的这样一个宣誓啊 为什么今年预算里面没看到一个整体这个法定的啊救难的一个预算 或者这个啊训练的救灾的这样一个预算的编列 向委员做一个报告啊现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预算啊就是因为不足嘛 所以显示不出来我们单独买一些为救灾而救灾 我们现在买的各项装备啊都是以军用装备为主 但是可以兼顾救灾 是 比方有一些武器装备像工兵的机具的提升 或者有些救护车的这个性能提升 这一个部分我想我们会把这一类的装备归纳成是可以两用的 好那么谢谢部长啊我想啊您这样做事的确是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以缓救急啦 是 那么本席啊建议啊那么今年来得及来不及我不知道 本席建议啊既然这是一个国防的政策的转型 那么而且救灾救难啊对民间来讲绝对是彰显我们国防的 啊或者说是敦进木里这样一个做法啊那是不是在事实的时间内 我请部长啊请国防部长一定要把这个所谓的啊 在救灾的预算跟训练的部分啊把它当成一个科目好不好 是 那至于科目项目是在哪里可能是啊这个 请这个主机的单位来来说明一下 是 好像这个直升机啊我们买的这个通用型的直升机 黑鹰直升机我们现在的海欧空军的救护机也是同一个机型 嗯所以这个部分将来换了新的机种以后 它的这个救灾的能力也会加大 是 而且呃去年政府也正有个政策指导要拨15架给内政部 大概都要从这个预算里面去拨用 好好那我想我们啊刚刚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蔡委员也提到说 我们将马上要这个啊使用这个浅盾券啊来来协防这个啊这个继续的这个收难啊 那这都是需要啊的这个预算啊 是 那么接下来啊我很简单的再请教啊这个所谓的有关我们的未来的募兵的问题啊 那不是在预算上啊不在预算上啊那么我想啊部长这个我自己是来自我念书的时候啊 我是在华盛顿DC啊部长很熟啊那么当我坐了地铁metro到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时候啊 我常看到美国的军官海军啊空军等啊他们神啾啾气昂昂的样子啊 他们就在地铁里面就跟着我们坐地铁那个神啾啾气昂昂的样子啊 应该是我们未来国军的形象啊是对不对 那所以呢我觉得啊不管是ROTC啊不管是各种的将来的募兵啊 现在看起来我刚刚是准备了一些资料啊 但孙主任后来有给我补充了一些啊更进一步的这个说明的资料啊 那么我想我就不在人数上面啊就所谓的这个啊官士兵啊或者是啊这个志愿志愿流营啊 这个啊志愿义啊义务营等啊我不在这个数字上做一些啊推敲啊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如果说啊国防部整体想要在未来募兵制里面有一个成效 来自于跟社会的各种的阶层来争取所谓的精兵啊精英的入伍的话 我相信啊我们在整体的军事的这个啊这个啊精神上面跟整个军事训练上面啊 恐怕我们可以更加强他的一个啊精英的一个目标 让我们所有的国民所有的年轻人啊能够能够向往到军中来 好那这方面包括什么包括军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军券啊 好这个所谓官兵的这种各种的福利的提供跟各种训练的预算 那我想这一方面啊我也会支持那我也请国防部一定要来执行 我们会努力因为刚才委员特别提到 呃民国七十二年我也在那个Forge button那一站 是看过很多在GW所以我想有很多印象 我现在很多政策也是把那时候的想法 所见所闻告诉我们现在的政策 那么ROTC其实就是在华盛顿附近嘛 对所以这一个他们务兵的政策也在做 所以我想呃我们看的是同样的问题 是这些委员的关心我们会朝您的指导来努力 好那么我想最后啊这个这个部长啊 这个新兵日记你有看啊最近的电视啊 呃礼拜五的晚上是这样子啊 啊这个虽然是一个电视剧啊 不过对于国防的这样的一个啊所谓的形象的推广 但我们不是完全按他 我刚刚讲是比较正规的一个军人的形象啊 在呃民众心中啊一定要更建立 才能够吸引未来募兵的兵员精英的兵员 我们会也会朝这方面的努力 谢谢谢谢